今天上午8点2009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天安门广场铭枪 今年马拉松比赛的一大特点是很多业余选手带着各式各样的头套 其中既有奥巴马普京还有人气很旺的卡通人物喜洋洋和灰太郎 这就是流行于各大品牌马拉松赛事的化妆跑 这群造型奇特的选手让枯燥的马拉松比赛变得更为有趣 这都有有几个很好玩的卡通人物 这是普京 我们一会儿会带着这个跑步 我们来讲可能以往觉得马拉松更像一个体育比赛 不像是一个大的party 那么如果把它做成一个全民参与的大party 其实这种快乐和感动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活动给大家带过来 本届马拉松与以往不同 今天是三项赛事同时同地举行 另外还有两个比赛 第十一届全运会马拉松决赛和第十届首都高校马拉松挑战赛 可以说激烈程度赛事规模都超过了网界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争夺 最终肯尼亚选手穆哥以两小时8分21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军 中国选手白雪继续了柏林世锦赛的良好状态 第一个状现夺得女子组冠军 作为北京的传统赛事 北京国际马拉松赛荣获国际田连金标赛事的殊荣 与柏林伦敦等马拉松赛齐名成为全球十一大金标马拉松赛事之一 其品牌价值达到一亿一千万人民币 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规格 除了一流的比赛线路严谨的赛事组织 更离不开全民参与的热情支持 北京台报道